以原創插畫和歌曲爆紅 曾推出多幅動畫和遊戲作品的黑炎射手 《Black Rock Shooter》 在日本推出最新的首席遊戲《Black Rock Shooter Fragment》 本作的世界觀和以往作品都不相同 角色插畫也不是出自原繪師之手 不過這位黑炎射手看起來依舊是可愛又帥氣 在戰鬥中可以指揮全部隊員在戰場自由移動 橘色的圈圈就是角色的攻擊範圍 敵人接近會自動攻擊 有點像塔防的概念 不過因為是即時戰鬥 戰況的變化會更加快速 需要即時應對 另外有一個特別的系統 就是當前後衛角色的攻擊範圍重疊時 會產生Kill Zone 不僅可以讓角色能力上升 還能累積KG量表 發動後所有角色會一起使出避傷技 將敵人翼翁打盡 充滿策略性的戰鬥玩法相當有趣 單純被黑炎射手魅力新的玩家 也可以樂在其中喔